印第安人是最早到达美洲的移民 他们的祖先通常被认为是来自西伯利亚的亚洲人 迁移的时间大约是上个冰河期 这个时期的海平面下降 百令海大陆桥暴露出来 原始人类追着野兽来到了美洲大陆 其实在西伯利亚人登陆北美前 另一批来自西伯利亚的部落已到了日本 公元前三万年前 冰川将日本驻到与亚洲大陆联系起来 西伯利亚人通过路桥到达日本北部 如今生活在北海道的阿易奴族就是他们的后裔 不幸的是在日本政府的努力下 阿易奴族正在消失 日本的原始人类除了有来自北亚的西伯利亚 还有来自与日本南部相连的中国和朝鲜 他们形成了日本的第一代居民 神文人 大约一万年前 日本列岛基本形成 冰川融化 大陆架被淹没 外部的民族很难到达日本 神文人成为了日本的唯一居民 他们所处的时代被称作神文时代 相当于从旧世纪时代到新世纪时代 神文人与世隔绝 而隔海相望的中国却快速进入了文明时代 大约公元前三百年正是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 为了躲避战乱 一批批江南人通过朝鲜半岛渡海日本 此时的朝鲜半岛也不太平 战国气雄的燕国吞并了机子朝鲜 很多朝鲜人或许也因战乱登陆日本 后来从秦朝灭亡 楚汉争霸到东汉三国 大量中国人为避难陆续迁徙到日本 这些移民都被称作弥生人 他们带来了先进的文化和技术 日本也逐渐由神文时代进入弥生时代 随着弥生人的到来 神文人口急剧减少 也许两个种族间发生过战争 但考古学者至今无法获得验证 通常认为大部分神文人的消失 是由于粮食短缺和环境问题造成的 神文人以采集捕猎为生 而弥生人从中国带来了水稻种植技术 神文人以石器为主 而弥生人则主要使用铁器 可能是科技代差最终淘汰了神文人 当然也有部分神文人融入了弥生人 根据DNA分析 现在大部分日本人只拥有10%左右的神文人血统 所谓的大和民族就是弥生人和神文人的混血 只不过是继承了大部分弥生人的血统 按照日本尾书古世纪记载 日本第一任天皇神武天皇在公元前660年建国 但那个时候的日本还处于神文人的石器时代 绝不可能出现一个统一文明的国家 令人遗憾的是 除了神话故事 日本人对神文时代和弥生时代几乎没有记载 反而是中国史料部分记载了弥生时代的日本 公元前三世纪到公元一世纪的时候 日本九州地区出现了很多小国 公元前107年 汉武帝灭掉卫士朝鲜 在朝鲜半岛设立汉死郡 陆续有30多个窝人小国开始派使者与汉朝往来 公元57年 也就是东汉光武帝在位的最后一年 一个自称窝奴国的小国 不远万里来中原朝贡 汉武帝龙颜大跃 赐窝奴国金印 金印上刻 汉窝奴国王 这枚金印在日本几乎成了国豹 内乱的时候 因担心流失 被埋入地下 到江户时代 这枚金印被重新发现 至今收藏在福岡市博物馆 当然 乌奴国很可能只是当时日本的一个小国 在中国的三国时代 又一个日本国家走入中国文献 它叫耶马台国 二世纪末 耶马台出现了一个神奇女王 控制了30多个窝人小国 然而强盛的耶马台国 却让其南部的狗奴国很不爽 两国冲突不断 最终 耶马台国有没有成为大和民族的正统 我们下回分解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